要求严惩假疫苗制造者这一点来说 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举动 但是我不认为在二者之间 就是当时的发生为假疫苗受害者发生 和今天的性侵案件 二者之间我没有看到有必然的联系 我非常反对这种阴谋论 而且把美国的警方和中国政府挂钩来 是非常的勉强的 按照这种逻辑 就是中国的政府为了打击 他的这次发生的行为 在美国为他设局 那涉及到方方面面 包括受害者 如果这个案子成立 那这种说法是对受害者的极大的污名 也包括对警方 好像中国政府 把美国的警察当中国警察一样调动一样 这显然是还涉及到美国的法院等等 整个司法制度 这是非常荒唐的 再说了 他的为假疫苗事件发生 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所谓体制内的一种发生 一种逻辑 就假疫苗事件 很大程度 他认为不打击对不起政协委员这四个字 很大程度上 跟政协委员这四个字 跟人大代表那几个字 跟整个政治制度 这几个字 都是密切相关的 他的根本 这个假疫苗也好 是独来粉也好 他的根本是现在的政治制度 为权势者的撑腰导致的 好的